今天特别请DTCO来谈的是 怎么把区块链的技术用在医疗数据上面 所以我们有请DTCO的Vicky来分享 欢迎 大家好,我是DTCO的Vicky 那我今天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DTCO在生技医疗方面 所发展出来的两个平台的部分 那一开始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DTCO DTCO它是创立于2014年 它主要提供了两种类型的服务 第一类型服务就是提供混合式区块链以及API 然后来协助所有产业来应用区块链这个技术 那第二个就是会开发产业所应用的区块链平台 那就包含了一下我今天要介绍的 一个是用在于生技医药、智慧财产权交易 以及分享的一个平台BioIP6 那第二个就是整个医疗资讯的DFOS这个平台 那DTCO除了这两个平台之外 它其实也在SmartFonture智能合约的设计 以及身份证证的部分 也都有很多的开发的经验 那一开始我要先介绍一个BioIP6 那这个平台是生技医药、产权而作的性能平台 它主要是 算是理尖全球利用区块链在生技医疗预域的 一个智慧财产品的交易平台 那这个平台是跟台湾研发型生技信奥法展协会共同开发的 那在去年3月的时候正式的上线 那平台的使用者主要包含了两大类型 那第一大类型就是研究者 那研究者可能来自于各个大学的教授 或是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那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 用区块链的技术 来做到一个制裁公正的部分 来保护他们的研究 研发成果 那他们也可以同时利用这个平台 去发布他们所拥有的研究成果 来去寻找一个合作或是基础授权 或甚至在上面寻找Foundraising也可以 那产业界进来这个平台之后 它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去搜寻 它有兴趣的研发案件 包含像是一些星耀研发案件 或是一彩研发案件 它都可以在这上面做搜寻 那同时 它可以直接的透过这个平台去联系 发布这个研究成果的研究者 它这个平台它是一个 利用区块链去做到P2P的平台 所以并没有透过一个中介者 去研究很多研究 那双方如果达成了一个有兴趣的程度之后 它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去 去签出一个线上的防壁协定的部分 那签完线上的本密研究部分 平台它也提供了一些 做机密性资料交换的功能的部分 也就是说 在这个平台上面 如果你需要把一个机密性资料 给另外一位研究者的时候 或是给产业界人士的时候 它会透过加密的技术 只有你指定的那个搜索 它可以去打开这个大一键 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包含像是自裁工程 用区块链子的无可创感特性 你后续所有的资讯的交换 跟资讯跟保密协定的签约的流程当中 都会在区块链子上面留下一个记录 所以我们是不是想要提供一个 相较于现在其他平台 比较安全跟有效率的环境去促进 在生技医药领域方面的产权而做的 以及技术移转 还有授权跟共同开发的部分 那在平台上线以来 其实在台湾来说 其实大部分的研究机构都加入了 包含像是中年跟国会圆域 梅跟高音等等 主要在做生意领域方面的研究机构 都有加入这个产权 那上面的研究案件 主要大概下大概有170多件左右 那我们在去年度 2007年度延 尝试的拓展 就是国际上面的市场 所以在 预计在今年4月的时候 我们会潜入到日本 跟日本的一个 日本组合研究所 是签署的NOPU 来进行拓展日本的市场 希望可以把日本的研究案件 以及日本的产业界 也都加入这个平台 那同时其实这个平台上面 现在已经有多家药厂 也包含了像是国际药厂的加入 他们也都在上面寻找 他们想要做的案件 那也因为DTCO 跨主要成绩的领域的部分 所以在去年9月的时候 国际杂志发码公论 他也针对于BioIPC 这个平台做了一个专刊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搜寻 并且下载预计 那在2018年的部分 我们预计 希望可以在全球的大学 或研究机构 去布建BioIPC 这个平台 来促进更多生一方面的产学合作 或是共同协作的本意 那今天要介绍的另外一个就是 健康医疗区块链作业系统 那健康医疗区块链作业系统呢 他主要是想要解决现在医疗资讯碎片化的问题 那可以想像根据研究 现在台湾人一年就医的次数 大概有15次左右 那你就医了15次 那你的病例子之后 那你的病例子之后 就会散布在这种15家医院当中 而且这些资讯其实是不互通 而且非常难受整个的 所以希望可以透过区块的技术 来解决这样子的资讯碎片化的困境 那HIOA它主要就是要解决 医疗资讯的安全性 提升像这样的敏感性医疗资讯的安全性 同时也增加医疗资讯的互通性 那再者就是增加医疗资讯 就是病例治疗的可惜性 可惜性的部分来讲 简单来讲就是 像是有些国际医疗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在国外 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你拥有了你的个人健康记录的时候 你可以在当下授权给国外的医生 观看你过往的病例资料 那国外的医生他就可以针对于 你个人的病例资料去做出 最好跟最准确的治疗方法 那我们知道现在其实 就以台湾的现况来讲 其实每个医院他都拥有自己的资讯系统 然后我们称为 他都会有他自己的data base 其实都是一个资讯的辅导 那每家医院跟每家医院之间的资讯系统 其实都是不同的 那即便现在在2000年之后 胃部部有推病例交换系统 那他其实也是局限于只有健保的资料 而且只有五大类的资料 可以在这个交换系统里面去做交换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资讯交换系统 对于一个医生要给一个病人 一个准确的治疗的部分 或是减少一个重复检验的部分 其实来讲是一个对于健保的支出 或者是医疗的服务来讲 都是一个需要去被解决的问题 那PHS他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式 也就是在医院不一个节点 那甚至于在诊所不一个节点 那在一些健康照顾的机构也不一个节点 那让大家都对区块医院去做一个程序的动作 那未来这些医院之间 他只要对区块医院的程序 就可以达到资讯交换的部分 并不需要透过每家医院跟每家医院去做 特别的创建的部分 那再简单比较一下PHS这个系统 如果运用了区块链之后 他跟现在台湾所提供的健康存折跟健康医疗资讯 云端查询系统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 那以整个架构来说 PHS它是用分散式组合的方式去做处理的 那单位跟每个民众它其实都是一个中心 那跟健康存折是以健保局为中心是不同的 那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做的话 它的数据安全性是比较高的 那隐私权的控制的部分 未来如果你拥有了区块医院的 客人健康丈夫的时候 你是透过病人制度的授权 透过自己的授权去把你的病例资料 给你授权的那个医师去做观看的 但是以健保的部分来讲 就会有隐私权的问题 那目标的使用者其实PHS的区块医院 除了民众的健康系统可以使用之外 其实医院、诊所或是健康机构 甚至到生计新疗公司、医财公司等等 它都可以使用这样的区块医院的 里面的资料这样子要得到民众的授权 那健康存折它其实就是提供民众去做一个健康资讯的查询 然后同时健保医疗资源 它是提供医师和医院去做一个病人的查询 所以其实PHS它的应用是相较于另外两者来讲 是非常广的 它可以做到个人健康趋势的分析及管理 或者甚至做到智能保险理赔的部分 所以接下來,給大家一個範例 未來你到醫院的時候,這個APP幾張都要上線了 未來你到醫院的時候,醫院會幫你開一個個人區塊鏈的健康商貨 你可以透過這個APP,包含醫院就診的記錄、門診的記錄、健檢的記錄 以及從穿戴式裝置來的量測數據,包含血壓、血糖等等 同時,在這裡你也可以做到醫療保險給付的部分,申請理賠的部分 這些資料就包含了像是一些MRI的影像,或是一些掃描斷層的影像 都可以在上面做存取 我們現在DTCO最快的開發應用就是在智能保單跟智能保險裡面的部分 那當醫院他把病例資料給到病人身上,透過區塊鏈給到病人身上之後 病人他其實只要透過簡單的一鍵的授權保險公司 他的一些申請保險裡可以需要的資料的時候 保險公司的那些資料之後,他可以直接去對區塊鏈做資料的驗證 那驗證完之後,他可以直接的馬上做到,甚至於你在出院的時候 他就可能已經可以審核完畢了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其實我們是希望可以運用區塊鏈科技來協助 真正是以病人為中心的健康照護模式 那同時也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加速整個生命科學的發展 那未來我們希望在個人的區塊鏈帳戶裡面 不只擁有來自於醫院的病例資料 那還包含了像是環境監測或是有些IOD廠商 或是你甚至你連你的運動的紀錄也都在你的個人的健康紀錄裡面 那這樣子,不只你可以獲得更好的健康照護之外 同時你可以透過病人的授權來促進整個生技藥的發展 包括像是你可以把你的一些某部分的資料授權給研究機構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有像是一些精準醫療的方面 其實資料的準確性 在這個區塊鏈裡面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我的分享到這裡,謝謝 謝謝 謝謝 因為剛剛其實時間關於沒有辦法很詳細的講那個 那一張Model 那我問一下重點 就是保險裡賠是你剛剛舉的一個案例 但是就是把區塊鏈運用在醫療的資料 運用在病例上面 有沒有什麼商用應用的發展 所以你們合作partner也賺得到錢,你也賺得到錢 對不起,我同學會重點,對 講重點的話 可不可以再舉例 其實 其實 我覺得 如果未來有個人健康紀錄之後 其實有非常多的商業模式可以在這上面做發展 就包含很像是有區域的 其實 在透過自己自主的授權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授權 線上的醫生去做一些健康照顧的管理 OK 但是這個 在目前我們都可以照顧設法在旁邊 還有保險棟接觸 所以現在還停留在醫院跟保險棟 OK,目前還是在醫院跟保險棟 可是保險棟這塊 目前就是已經實際可以落地 開始這樣做了嗎? 因為我想這個傑森應該很有興趣 我們是預計今年4月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這牽扯到就是 醫院端要先 他一定要先有病例資料 對 所以一定要那個APP先上線 有病例資料之後 保險棟的應用才會開始發展出來 但是你整體的架構設計 跟整體的技術轉向的問題 都是已經解決了 OK 所以目前接下來可以做到的 應該是理配的部分 對 但如果是保險評估 其實也可以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那個APP上面 其實有漸漸的資料 對 所以其實在核保的過程 也是在應用上線 然後是去做 OK 所以是核保 然後那更進一步的是 更進一步的是 加保其他的項目的 其實 其實在保險裡面 用非常非常的多 對啊 是因為他們包含了像是 他們可以把保單寫入區塊鏈 這邊用資能合約的方式 所以未來其實 你甚至可以帶一個按鍵之後 他就可以馬上的利用 資能合約去審核所有的事情 然後就直接應用 OK 所以可以發展 新場的領域 對 好 以保險評估這種地方做 很期待 感覺跟Southgary一樣 充滿想像力 謝謝Nikki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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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